不老,不柴,鲜嫩多汁,个个都抱团,还得入口鸡花 首先呢,把这个大葱姜给它拍松了,改小,放入碗中,搁两瓣大料 加上开水,给它泡20分钟 这是肉馅,鲜嫩多汁,润耳不柴的关键 前腿肉呢,加上盐,生抽,老抽,料酒,再来点胡椒粉,顺一个方向搅拌 把这个葱姜大料啊,给它捞出来,把这个水呢,分多次少量的打到肉馅里 一斤肉馅,能打四两水,一定要顺一个方向 只要这个肉馅啊,特别的粘稠有阻力,就继续往里加水 我的作品里边啊,已经分享十五百道家庭美食了 当你不知道吃啥做啥的时候呢,你就到我的作品里边啊,扒拉扒拉就完了 啊,把这个肉馅啊,打到那个粘稠上劲,但是呢,阻力很小了 哎,这个时候往里打入两个聪明的小笨蛋,来点料油 搅拌均匀,这个有效的把肉馅里的水分呢,给它锁住 这个时候更关键了,把这肉馅扒了个小坑,往里倒点这个香葱 这个葱多一点,锅里放油,搁点花椒粒 把这个花椒啊,榨里的却可以给它捞出来,这个时候吱啦一下子,直接浇到这个葱花上 看到这儿了呢,您还是先给我留个关注吧 要不你哪天需要参考的时候,想翻翻视频,你上哪儿找我去 是不是,活好了,包个包子,包个饺子,做个丸子,那是嘎嘎的香啊 你要是不想吃纯肉的,再加点青菜,比如说这芹菜,有的说呀,这个带根的好 有的说空心的好,家人们,你们说哪个好 不管往里放啥菜,锅里加点盐,把这个青菜呀,烫个十多秒 捞出来过凉,给它切成沫,完了呢,给它撞干水,放入肉馅里一搅,就OK了 现在你要是能照屏幕再给我除亮相啊,那您就更讲究了 我谢谢您了,赶紧收藏起来吧 谢谢您了,赶紧收藏起来吧